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十一场 请辽宁省委副书记 省长李乐成先生 为大家介绍以更大担当和作为谱写辽宁全面振兴新篇章的情况 并回答各位关心的问题 与李省长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还有 辽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健先生 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立林先生 副省长高涛先生 下面我们先请李乐成先生介绍情况 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尚往好 首先我代表辽宁省委 省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 对大家长期以来 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 关注和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对辽宁振兴发展高度重视 多次亲临辽宁考察 三次主持召开 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发展座谈会 为东北和辽宁全面振兴播化南图 我们牢记走脱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牢牢把握高阵量发展这个所要任务 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 坚决堪牢 维护国家国防安全 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 能源安全 和产业安全政治责任 抢抓445后3年重要窗口期 分裂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 2023年 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3% 10年来首次超过全国增速 经济总量占上3万亿台阶 今年一季度 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良好态势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4% 高指南发展呈现区更强的运行 活力和创造力 为生育贯彻党中央角色部署 加快推动高指南发展 加快打造新制生产力 省委提出打造新时代6地的目标定位 要经过不懈奋斗 努力把辽宁打造成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 重大技术创新扯远地 具有国际竞争地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先行地 高品质文体与融合发展示范地 东北亚开放活着虚拟地 我们将离足新的历史起点 坚持把打造这6地 作为推动高指南发展的实践路径 从政共和国展指的雄风 让老工业基地再传辉煌 一时代发展新制生产力上奋勇争先 今年央视春晚沈阳峰会产上 在我们辽宁生产的航空母舰 战斗机 工业机器人 芯片等产业和科技要素 逐一亮相 向全国人民 展现了辽宁的产业实力和科技魅力 我们依托科教资源优势 加快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聚焦先进专备制造 实化和精细化工 冶金新材料 优质特色消负品工业 这四个万亿级产业基地 持续做好结果调整三篇大文章 也就是改造升级老字号 深度开发原字号 培育赚大新字号 高水平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 努力把科技创新 这个最大的变量 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二是在生化改革开放上 以求突破 我们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一号工程 全面生化改革 随着辽宁营营商环境的 持续好转 央企 民企 外企 积极布局我们辽宁 去年辽宁央地合作重点项目 总投资1.3万亿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 两国元首 共同建政的华解阿美项目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 共同建政的 徐塔普核电站这项目 加快建设步伐 今天的辽宁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我们将以更多的征召实测 征情实感迎接八番来客 让各类经营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 都能切实感受到 山海关外齐心可待 三世代坚持绿色发展上 后置优势 我们将持续打好 污染繁殖攻坚站 生态修复保卫站 低碳转型持久站 统筹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让辽宁一应居全的 生态场景更美更亮 传统产业 绿色低碳智能化改造 紧锣密鼓 非化石能源专机占比 今年将达到50% 在不久的将来 将有更多的辽宁的 亲家人员走进千家万户 世事在增进民生福祉上 积极作为 去年我们辽宁老旧小区改造规模 是全国的首位 过去三年 辽宁的口袋公园建设 数量年数区全国第一 我们家里家外都有小学信 我们紧盯一老一幼 将逐步降低老百姓的教育 医疗养老成本 让孩子健康成长 让老人健康长寿 我们试试通高铁 线线通高速 周末大家都可以到我们辽宁各地 细细品味我们辽宁之美 CBA记号赛已经开始 球迷们也可以到我们辽宁 感受精彩的赛事魅力 总之 我们将坚持把民生小事作为头等大事 谋划更多增进辽宁民生福祉的项目 让人民纯重 幸福安康 夯基 妥底 我就先介绍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李省长 下面欢迎各位提问 提问之前请通报一下自己所谓的单位 中区第二排东策这位女士 你好 你好 经济日报记者提问 刚才李省长介绍 去年辽宁经济增速达到了5.3% 这也是十年来首次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您认为这个数据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辽宁能否继续保持这样向上向好的趋势 谢谢 好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辽宁取得这样的成绩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 亲切关怀 以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 参与和大力支持 我们增长的驱动力 得益于党中央新一人 推进东北全面振兴支持政策的落实落地 我们深入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精准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 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 取得新头破 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等依览着支持政策 因此出台了我们自己的一系列的稳经济 巩固真熟真实政策的取出 切实把政策红利 转化为我们辽宁振兴发展的实际成效 辽宁以这样的发展 增长的驱动力 以得益于我们辽宁独特的比较优势 辽宁123产业的基础比较雄厚 特别是工业体系的完备性 全国领先 国民经济行业41个大类 我们辽宁有40个 207个工业的种类 辽宁有197个 666个工业小类 辽宁有519个 大国重器集成 首收国产航母 航母舰载机等一大批大国重器 在我们辽宁问世 机器人智能装备 航空装备 在全国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辽宁区位又是明显 交通设施完善 铁楼网和公楼网的密度 都居于全国前列 拥有大连港 银口港 景州港 等6个重要港口 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门户 我们辽宁科教志愿也比较富极 有114所高等院校 大院大所在我们辽宁比较集中 以为我们辽宁的科技创新 带来了不洁的原动力 增长的驱动力 更得益于全省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精神状态的不断提升 我们坚持解放思想 守正创新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先手棋 关键战 从一件件企业和群众烦恼的 忧心的小事件做起 推进制度创新 对付税费优惠超过了1400亿 汇集企业1100万户次 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持续下降 现在的辽宁可谓正通人和 善下同意 人心失禁 全省人流 无流 资金流 活跃度 明显提升 我想 人面群中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迸发出来了 实现全面振兴 就有了更持久 更厚实的信心和力量 辽宁必将继续保持向上 向好的趋势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好 第三排东边的问题是 谢谢主持人 央国网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辽宁作为国家 重要的工业基地 那么请问辽宁未来 在发展新制生产力方面 有哪些考虑和安排 谢谢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刚刚我在开场白中 也提到了 辽宁要在发展新制生产力上 费用尊先 因为您这个问题 我会把这方面再展开讲一讲 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将强化科技创新引力 推进重点实验生存 与基础科学中心建设 打造辽宁实验室 推进大科学专制预演项目 打捞科技创新的底座 开展高校院所科技性企业 酸走进活动 留景科研产业酸螺旋 我们还将在重点领域开展公关 解决一批卡婆子的难题 我们安甘研发的新型极航环境 海洋装备用甘 实现了三项产品全球首发 六项产品国内首发 为全球首座超深水战警平台 南京一号等重大海洋工程 提供材料保障 我们将持续发力 离正取得更多原创性 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成果 为保障国家产业安全 贡献我们辽宁的力量 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将作优作强实体经济 谈到我们辽宁的工业 大家可能都会想到 第一艘国产航母 航母 舰载机 风动亚手机 顿狗机等一大批大锅重器 同时呢 如果我们在座的朋友们 使用的是国产的手机 那么我们手机摄像头的马达 有九成的几率 是我们辽宁生产的 这个产品啊 我们辽宁目前的是 排名国内第一 全球第二 我们辽宁不仅造出了 大批的大锅重器 已培育了众多的隐形冠军 我们坚持传统产业高档化升级 和前院技术产业化落地 瞄准数字 绿色等方向 全面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发展新制生产力 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 用改革的办法 更高的效率 汲取创新要素 协同开展 重大技术创新验证 和重大创新示范应用 打通创新和应用的 云斗二脉 让更多的科研成果 从书架上走上货架 比如我们以结榜挂帅的方式 支持大型安企 开展减排降趟科技攻关 降低邓高 邓甘的生产的中华能耗 应战 破梗阻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您 下一个问题 东区第二排 那个意思 谢谢主持人 北京青年报记者 想问一个有关于人才的问题 那我们注意到2023年 辽宁是一举扭转了 连续11年人口省级净流出的局面 人口的净流入达到了8.6万人 想问一下 在引进人才和流注人才方面 辽宁都做了哪些工作 有什么样具体的计划和举措 谢谢 也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历林同志来回答 谢谢您 对辽宁全面振兴 特别是辽宁人才事业发展 变化的敏锐观察 刚才您提到了去年的变化 这个变化是11年以来的 第一次发现的一个变化 近流入8.6万人 人虽然不多 但这是一个值得变化 这个值得变化 与我们经济的发展向上 产业向新 环境变好 经济活力更足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这也充分说明了 你们在日常的观察当中感觉到的 对辽宁的预期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在全面振兴的过程中 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关键要素 这几年来 我们全省以全面振兴新突破的 三连行动为签影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着激发创新活力 创造了更多的岗位需求 尽力做大人才的蓄水池 同时也加快打造 营商环境生计版为硬抓手 全力围绕打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的投资 挪付更多的企业 打造人才的强市场 这几年来 我们辽宁的市场主体 是稳步增加的 活力也是在增强的 同时以人才的政策优化为支持 把实施人才的强损 战略的十个新突破 是五十项重点任务当中 实现非常重要的任务 坚持人才的优先发展 持续优化人才环境 提升人才的吸引力 刚才省长在介绍过程当中 建设了辽宁的科技的 强大的基础资源 到去年 全省新增两院院16人 总数度达到了61人 全职引进的海内外的波士 和高级支撑的人才 是4387人 同比增长是77% 引进的高校毕业生 是40.1万人 同比增长是20.8% 为辽宁夺取全面振兴新突破的 三连行动手段告捷了 是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也说明我们全省的人才政策 突破展现了成果 我们将猫定人才强损建设的目标 找你打造面向东北亚的 国际化人才高地 春心引才 金心用才 拴心牛才 创新实施新鸟银材计划 持续实施百万学子 牛鸟来鸟行动 持续深化人才的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 罗石奖励补贴 住房安居 子语入学 医疗服务等政策 以可感的辽宁温度 让广大人才安身 安心 安业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东区前排那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科技日报记者提问 刚才介绍到了 辽宁省有114所高校大所 还有61位院士 科教资源非常的丰富 想问一下 下一步辽宁将如何推动 将这些科教优势资源 转变为创新发展的优势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我想这个问题 交由我们高涛副宣长来回答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辽宁的高质量发展 根本关键还是在于创新驱动 那么我们将锚定 打造重大技术创新测源地 以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抓手 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 双轮驱动 因地制宜来发展新职生产力 努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 来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着力把我们科教资源的优势 转化为振兴发展的盛事 重点我想做好下面几个工作 一是统筹创新体系的建设 夯实科技创新的思量八重 我们将推进沈阳浑南科技城 大连英格石科学城 和省府科长园的建设 来打造区域科技创新高地 同时我们系统布局 战略科技力量 我们要争取更多的国家级创新平台 能够在辽宁布局 那么全省已经获批新建 11家全国重点实验室 我们还以全新的体制机制 组建运营了4家辽宁实验室 那么这也是努力探索 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的新模式 今年我们还将聚焦 我们的重点产业集群 建设20个省重点实验室群 这样也是进一步推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二是推进高水平科技特地自强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那么我们是支持龙头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 我们重点围绕 高端速控机场 储能和轻能等方向 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在化学 材料 能源等重点方向 能够突破一批从零到一的 中大科学问题 在高端装备 新能源 几成电动装备等领域 攻克一批卡脖的难题 像国河一号 屏蔽电机主棒 太行110 重型燃气轮机等 一大批大国重器 也在我们辽宁是相聚问世 三是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通道 那么我们要进一步完善 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 推动更多的成果 从实验室走进车间 融入产业链能够走向市场 那么我们是聚焦重点产业领域 建设36个中式基地 来构建覆盖全省的 中式公共服务网络体系 也是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 一个中间站 我们还积极培育 科技服务机构400多家 来开展专业化市场化的 对接路线活动 也是更好的推进 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 在2023年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 达到了1308.3亿元 同比增长了30.8% 第四呢 我们是培育壮大科技企业 持续激发创新的活力 我们是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 和专精特新企业 特别是我们支持企业牵头 组织实质性产学员联盟600个 汇集了2000多家高校 科研机构和股刊企业 来开展协同创新 我们还组织开展 科技专员进企业 和科技特派员进乡村 这么一个专项活动 也是为产业发展 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在2023年 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高新基础企业 分别增长达到55.6%和16% 新征 雏英 登陵企业 1029家 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 41家 那么我们辽宁省的独角兽企业 也实现了零的突破 正如刚才乐城省长所提到的 科技创新 这个最大变量 正在转化为辽宁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律师 谢谢主持人 南方都市报 N视频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辽宁是能源大省 但也面临着一些 较大的碳减排压力 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污染 等问题和挑战 那请问辽宁将如何推动 咱能源结构的调整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 就要用我们 王健同志来回答 好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这位记者朋友所说 辽宁作为重工业基地 能耗总量和能耗强度 都比较大 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任务 非常繁重 近年来我们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力 增长 不断厚制全面振兴的绿色底色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源头上控碳降碳 针对化石能源销烘 消耗比重大的实际 我们集约高效用好风光资源优势 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盛 经过努力 截至目前我省的清洁能源装机 已经占到全省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49.5% 年内将超过50% 到十四五期末 清洁能源装机的比重 将达到56.8% 在康石能源供应保障基础的同时 我们还同步推进智能电网建设 着力提升清洁能源的接纳 配置和调控的能力 并积极开展源网合图 一体化综合能源系统四点建设 确保新能源发得出 供得上 用得好 在建设清洁能源强盛过程中 我们将充分发挥辽宁在能源装备 能源科研等领域的优势 做大 做强 核能 输便电 轻能 储能等能源装备产业 做好锂电 全反液流 压缩空气 钠电等新型储能四点 积极构建 轻能 制备 储运 应应等产业链 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 全方位的支撑 另一方面就是在存量上 减碳 降碳 辽宁的炼化能力 位居全国第二位 钢铁生产能力 位居全国的第四位 石化冶金是辽宁的优势产业 也是我们降碳 减碳的重点 我们将抓住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机遇 加大冶金石化等制造业 技术改造的力度 加快向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迈进 去年全省累计完成钢铁企业 超低排放改造 重点项目537个 全省化工产业的精细化率 也达到了46.2% 较2022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严拔准入关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的盲目发展 加快推进建筑节能改造 交通运输 绿色低碳转型 全力推动产业结构更轻 经济形态更绿 发展质量更优 我就介绍这些情况 谢谢 下一个问题 请前面这位男士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工业振兴是辽宁振兴 不可或缺的前提 但传统的中工业 对资源依赖性强 对环境的破坏性大 请问辽宁将如何构建 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让老工业基地 焕发新的活力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大家都知道 工业是我们辽宁经济的命脉 辽宁振兴 首先必须工业要振兴 去年我们辽宁产业结构调整 和转型升级的步伐 是明显加快的 实际值得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我们将构建具有 辽宁特色优势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高质量的新型工业化 来支撑我们新时代 辽宁全面振兴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做好工作 抓结构调整 我们将以培育壮大 重点产业集群作为抓索 加快建成四个万亿级的产业基地 开展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和技术改造 推动专备制造业 向高新突破 实化和精细化工产业 向下游来延伸 野精新材料 这个产业向精神来挫展 消费品工业向优质 特色乏力 同时我们早里打造 集成电脑专备 生物医药等新型产业 抢探布局 人工智能 细胞治疗等未来产业 抓科技创新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 和重大技术专备公关工程 开展制造业 重点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行动 聚焦高性能的磨材料 泰产业等一些重点领域 今年我们将建设 四家省级制造业的创新中心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及其产业化 增强我们产业链 工业链的运性和竞争力 抓转型升级 加快以致富能 今年我们将推荐20个以上的5G工厂 10个以上5G加工业互联网 融合应用先导区的建设 累计建成 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00个 我们要办好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 同时升级开展 中小企业受制化富能专项行动 筹建我们中小企业 受改自转管联 推动向绿来转升 加强工业绿色地毯循环发展 实施工业领域的碳达峰行动 推动石化 钢铁建材等重点行业 绿色地毯改造 提升我们行业的能效水平 筹进资源的综合利用 完善绿色制造体系 省级绿色制造单位 我们年底将会达到650家 抓企业培育 不断赚大 规上工业企业的规模 完善我们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体系 今年我们计划新增了 1000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 300家专心特新中小企业 和50家省级制造业 单项贯重企业 推动我们把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您的问题呢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您 好 下一个问题 这边第三排牛女士 感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来自辽宁广播电视台 我想提问一个 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我们辽宁的农产品的品类 非常的丰富 像丹东的草莓 大连的樱桃 和盘景的河蟹 那想请问 下一步咱们辽宁 将如何去发挥 这些农业资源丰富的优势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 请我们完建同志来回答 好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也孕育一方特色 辽宁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的 东北平原南部 全省是六三溢水三分田 生态系统十分完备 山川 江河 湖泊 海洋 湿地 一英俱全 独特的资源丰富和气候条件 造就了辽宁农业的独特优势 全省农产品品类齐全 品质上乘 拥有众多知名的地理标志品牌 我们锚定打造现代化 大农业发展先行地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食品工业大省 首先是要扛牢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 辽宁是全国 十三个粮食主产省之一 粮食单产 位居全国的前列 去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 达到了512.7亿斤 创了历史的新高 在提升粮食产能上 我们将深入实施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助劳粮食安全根基 我们将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加大投入 提高标准 增创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 样板示范省 我们还将分类实施黑土地的保护工程 把更多的耕地建成 文产田 高产田 可以说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我们还要充分发挥 我省的农业科技优势 深入实施 种业振兴行动 为粮食安全提供总员保障 其次我们将积极践行大实物观 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 将农业建成大产业 辽宁农业的特色优势非常明显 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提到了 我们丹东的草莓 大连的樱桃 盘景的河蟹等 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众多的特色农产品 比如我们近海资源十分丰富 拥有辽东湾 海洋岛 两大传统的鱼场 海水养殖量 具全国的第四位 还比如我们辽南地区的水果 辽西地区的杂粮 辽东地区的辽药六宝 也在全国享有盛育 再比如辽宁的摄氏蔬菜 实现了东霄北 夏肖南 全年生产 四季不咸 我们将以特建厂 以优取胜 着力开展 品牌赔优 品质提升 品牌打造 进一步做精 做大 特色农产品产业 让老百姓品尝到更多的疗品 疗味 我们将着力延长农业的产业链 提升富加值 培育一批龙头企业 加快建设 续勤 粮油 水产 果酥等千亿产业集群 形成百亿龙头千亿集群的食品工业发展格局 所以真正把农业的特色 优势 用好 用足 用到位 实现产业新 农业强 农民富 我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好 这边第四排那位男士 谢谢主持人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刚才介绍到辽宁在开展 一老一幼服务 老旧小区改造等方面 做了大量左右成效的工作 想请问 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方面 辽宁还做了哪些工作 下一步还将采取哪些举措 谢谢 谢谢人民日报的记者朋友 这个问题 我想请我们念念同志来回答 非常感谢您的民生情怀 为民造福是个影响的主题 近年来 我们聚焦人民群众 情难筹判的问题 出实测 办实事 求实效 印发了关于在辽宁全面振兴 新透破三连行动中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实施意见 并制定了为民办事的实施清单 努力让群众的获得感 橙色更糟 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2023年 全省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就达到了76.5% 今后我们将在高质量发展中 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 让人民群众在辽宁的全面振兴中 生活一天 别一天好 一是让人民群众居住更安心 大力建设保障心住房 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打造更多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全省江湛改造老旧管网 4600公里 其中燃气管网是300公里 供水管网1500公里 供热管网1500公里 排水管网1300公里 积蓄改造700个老旧小区 4463栋楼 建筑面积是1800万平方米 汇集居民25.6万户 让广大的群众生活更宜居 二是让人民群众的教育更诚心 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全省的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域 优质特色普通高中的占比 分别达到了89.9% 56.4% 市集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实现了全覆盖 加快推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和城乡一体化 扩大优质特色普通高中资源的规模 让学生和家长对教育更加满意 三是让人民百姓的就业更加舒心 深入实施春南辽审 汇取富岗保佑工 出就业周振兴系列行动 2024年 辽宁全年计划 释放人身领域的政策红利 和发放汇取托岗的贷款 是要70亿元以上 帮助企业解决用功缺口 70万个以上 实现从能就业 快就业 向好就业 就好业转变 让求职者更加充分就业 四是让人民群众的就医 更加懒心 坚持医者所能 服务健康所需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 或区域均衡布局 2024年 将新增省级 试育 限育 临床重点专科 100个 打造更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围绕诊前 诊中 诊后 全面推进优化门诊 流程 推广多学科的诊疗模式 弹性安排门诊时间 建立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让人民群众生命 更有依靠 五是让人民群众的养脑 更加放心 我们将稳步提高 郭祥社会保险待遇水平 深入实施全民的 全参保计划 加强沉乡社区养脑服务 网络建设 围绕老年人的家门口的养脑 清理打造 15分钟的养脑服务圈 实施1.5万户 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的施脑化改造 让百姓的养脑 更放心 我就介绍这些 谢谢 请继续提问 第三排队的女士 谢谢主持人 总台阳市记者提问 刚才李省长提到 要把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全面振兴的 先手棋和关键账 那么请问下一步 在打造营商环境方面 有哪些考虑呢 好 谢谢厦师记者的提问 这也是社会各界 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 企业创造财富 政府创造环境 我们辽宁将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全面振兴新托波 三连行动的先手棋 关键站 不断地深化 重点领域改革 优化政务服务 着力 会起 匿名 努力探索出一条 符合我们辽宁实际的 辽宁特色的信诺者 反而营商环境 我们先从问题来抓起 我们坚持把诚信法治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石 声乐开展政府 履约建论专项整治行动 坚持新官要理救世 大力解决政务实行行为 多半解决了营商环境问题 接近一万七千个 这样做下来 市场信心 行业信心 社会信心 全面提升 让群众办事不找关系 就是要想给群众吃下一颗公平 公正的定心碗 我们开展 办事不找关系改革 努力教详 办事不找关系 用权不投好处 这个辽宁的品牌 全省累计九百多条 会企政策实现了免生吉祥 这个会企企业呢 超过一千一百万户次 这个企业啊 市场主体经营主体啊 这个感受到了 充分享受到了 我们的政策红利 好事要办好 好事还要办快 我们着力推动 建设用地 省线直报和 模块化省批 省批用时大幅收短 降低企业的税费成本 去年我们全省 新增减税降费 和退税啊 缓费 超过了四百亿 我们选定了三十五个高频的一件事 这样的场景 推行一千事一次半 平均减少办理时间是百分之六十二 这个场景啊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拓转到四十八个 老百姓打来的电话 就是我们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好的契机 目前呢 我们1235热线已经打造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的总客服 从一件件小切口 小场景 小苗头 这样的具体的小事 实时入手 推动我们营商环境的完章故技 乐道转向整治 去年我们全省热线呢 累计受的各类诉求 一千二百五十五万件 半截离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辽宁的营商环境怎么样 有数据呢 可以为大家做个说明 去年我们辽宁的企业的活跃度 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七 提高了三点四个百分点 招商引致到位资金 同别增长了百分之十六 国内外企业纷纷用脚来投票 为我们辽宁的营商环境 投下了信任票 企业家们到辽宁 尽管放手打拼 放心追目 我们将是企业家们的 最强后登 最好伙伴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社会各界 特别是管它的媒体朋友 多到我们辽宁走一走 看一看 对我们的辽宁的营商环境 多监督 多批评 多提 把握意见 谢谢大家 下一个问题 第二排这个男士 谢谢发言人 凤凰为时提问 辽宁 沈阳等城市 一直是很多游客所关注的 另外还有包括盘景的 市立公园等的 也有很多人关注 那请问辽宁省在接下来 如何把这种 大家的高度关注 转化为一种文旅产业的 长远的发展的硬实力 吸引大家去了 还想去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这个问题 我想请我们高涛粉丝来回答 好 感谢你对辽宁文理的关注 辽宁既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更有淳朴的辽宁老铁 这是我们辽宁三岁林田 胡草沙 一英俱全 各类自然景观 各美其美 同时 红山文化 三津文化 辽津文化 清泉文化 集电日久 特别是有情有义的辽宁人民 我们正不懈努力 为海内外游客 呈现一个最美的辽宁 就在去年底 国家文物局公布了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 最新研究成果 确认 红山文化 牛河良遗址 是中华文明 古国时代 第一阶段的代表 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来到我们辽宁的朝阳市 防鼓探忧 在今年的春节期间 大家纷纷选择 来到不太远 不太冷 而且不太贵的辽宁 来吸冰雪 泡温泉 国大年 那么我们辽宁的特点 是雪场 特别多 但是体感 又不太冷 辽宁的冰雪理由 可以说是持续地热辣滚烫 那么在沈阳 客人们 还来到小河岩逛早市 来体验 什么叫更高的性价比 到地铁 沈阳站站 来打卡 听圈的文旅 到全国仅存的 两个故宫 古建筑群之一 我们沈阳故宫 来探访 清前的古迹 在这个春节假期期间 我们辽宁 共接待游客 4,086.6万人次 同比增长了 299.6% 实现旅游的综合收入 达到412.7亿元 同比增长 572.7% 而且这种势头 还在继续 今年春季以来 辽宁的赏花观鸟游 再度掀起热潮 大家纷纷来到辽宁 观赏春花春景 品尝特色美食 体验民宿文化 现在大连的一个港东舞街 就已经成为火爆的 新旅游打卡地 后续我们将不断完善 旅游产品的液态 重点是丰富 冰雪 海洋 边境 赛事 等文化的内涵 植入休闲流的要素 大力发展冰雪 温泉油 生态旅居油 海洋 海岛油 红色盐血油 以及特色美食油等等 我们将推出 更多更好 满足市场需要 又富有低于特色的 文体旅融合的产品 我们将届市承办十五冬 以跟着赛事区旅行为主题 丰富文体旅综合体验 让山海友情 天寥地宁 更加地深入人心 打造高品质文体旅 融合发展的示范地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下面还有一位记者举手 最后一个问题 第二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中国日报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即将在辽宁大连举办 作为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今年的论坛有哪些特点 作为东北亚的枢纽地带 下一步辽宁将如何打造 对外开放新前沿 谢谢 谢谢 谢谢中国日报的这位记者 也非常感谢您的关心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 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1500名嘉宾集聚我们大连 嘉宾的规模或层次 也要创造新的历史 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 我们辽宁要打造 东北合作 这个开放的虚拟地 那么我们和夏季达沃斯论坛 来签手 办好夏季达沃斯论坛 和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发展战略 是高度集合的 本次论坛呢 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这是一个主题 也和我们辽宁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目标 是高度一致的 辽宁呢 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 既沿海又沿边 拥有2290公里的海岸线 有良好的港口资源 宁静 日本 韩国 俄罗斯 蒙国 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 也有我们刚才讲到 工业们对齐全的 产业基础优势 科教人才富级的 创新资源优势 我们认为辽宁是 这一支开放基因 开放潜能 开放活力的省份之一 我们将充分地发挥 区位 产业和要所优势 深度荣誉 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向北向东的开放 坚决开展 招商引资 大力筹进外交任务发展 为外资外贸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聚焦世界500强和国内的 以及国外的领寸企业 招引一批好项目 大项目 专精特新的项目 着力扩大 对外贸易 充分利用境内外国际性的展会 帮助我们的企业 驱海布局 培育外贸新野炭 新模式 稳目扩大 我们电动载人汽车 离子徐电池 太阳能徐电池 新三样产品 和我们二手车出口的直销规模 充分挖掘跨境电商 海外舱 转口和保障贸易等新增长点 加快建设东北海洛大通道 增创中欧班列 沈阳的国家集聚中心 稳步提升中欧班列 运行的质量和规模 推进海铁连运 提值增效 技术提升各类开放平台的能积 实施我们自贸实验区的提升 开发区的传心提值 海关特殊监管区的赋能 平台载体灵动发展 这四项发展战略 以天下之目视 则无不见野 只要我们以战略的眼观 全球的视野谋划 对外开放 推动 投资 消费 出口 血统乏力 筹进国企 民企 外企进向发展 吸引资金 技术 人才加索涌入 辽宁的振兴发展 就一定会开启更加壮阔的寒陈 最后呢 我也想借助今天的这么一个机会 借助我们各位媒体朋友 向海内外的客栅也发出邀请 欢迎来到我们辽宁 让我们共建东北亚开放活着的虚斗地 让我们共享东北振兴 辽宁振兴的宝贵机遇 谢谢大家 谢谢李省长和各位副省长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参与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 再见 好 今天的前卫发布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感谢您的观看